盲亂的盡頭捕捉到一具又一具遺體 這裡是蘇丹首都圈 曾經繁榮的街頭 不止息的衝突 街頭巷戰成為日常 許多平民在逃離的途中 甚至是躲在家裡 也葬送性命 親友冒著炮火風險究竟掩埋 這樣的處理 已經算是相對幸運 因為首都停時間早就飽和 加上長時間停電 許多遺體只能棄至街頭腐爛 人道組織冒險上街 希望讓家屬好好送死者最後一程 但死亡陰霾不斷擴大 李寧的街頭垃圾滿步 外界目光漸漸疲乏轉移 但六月開始的雨季 已經量成災情 一場更廣泛嚴峻的公衛危機 正在持續酝酿 大愛新聞抽凱文編譯 放眼東南